才刚走出家门就被便衣刑警前后包夹 穿白色上衣男子吓坏了 只好乖乖就范 在家门口问他密码多少 竟然还想装傻瞬间哑口无言 但早就被警方盯上 全是因为这名白衣男和妻子 年纪轻轻不好好赚钱 做偏门工作倒刷别人的信用卡 远警进到家中搜索 藏着满满的人头证件 甚至还有毒品 警方调查三十一岁的这对夫妻 从境外网站还有通讯软体 以每笔五十元人民币 约台币两百二十元 买了外流的信用卡号 又准备一批假人头资料 注册会员 借此刷了四笔 一共五十一万元的保健食品 电商看见大笔订单如期出货 但这时银行发现怪怪的 确认后市盗刷赶紧停止支付 电商货款没有拿到出货的保健食品 也被夫妻两便卖换钱 灰色外套男子是三十一岁的 余姓嫌犯身为夫妻的朋友 却是当共犯车手负责制造断点 去领盗刷买来的商品 双方不碰面而是辗转交货 这回通通遭到逮捕 以为花小钱买信用卡号 就能买货赚差额获取暴利 幸好银行即时发现异状 认为是争议款项没有支付 不过电商亏损的51万元商品 或拿不回来 只能向嫌犯们拿回赃款 TVBS交换文素 佩宇新北市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